大家好 華記8月29日報道 今天在東京 有一個山山來遲的颱風 現在在南邊九州殺上來 我們今天搬屋 因為我們有一棟樓要拆 有些東西要收拾 現在我們在東京的直擊報道 現在天朗氣清還未下大雨 未來四天的航班是怎樣 很多人關心的來日本玩是怎樣 大家記住 它的風在下面九州六宜島上來 即是它會在下面先 下一站大概在31日 明日和後日可能去到關西大阪 去完關西大阪就會上去明古屋 然後再上來東京 然後再產上去清深北海道 我跟大家說一下那個時間 應該今天東京和明天東京都沒有事 但明天大阪就會刮大風 明天和31日便吃到應 應該31日那晚大阪就沒有事了 然後輪到風便來到東京 所以大家記住 在31日和1日這三天 便會遊走在東京和大阪之間 如果你們的航班 或是坐新幹線或坐飛機 就留意你在哪裏登場 你在東京或大阪登場 留意時間 所以大家掌握了風便會對你們的行程 不用這麼忐忑 有些人會說 糟了糟了我就要回香港 糟了糟了 我快要來東京大阪玩 時間是怎樣安排呢 要不需要取消酒店呢 那你就用我剛才那三天 前後那一天 你就走得準一點 好了 今天在東京的颱風消息 先報導到這裡 多謝了 拜拜